台湾桌球好手张志渊 参加第四届洛杉矶桌球公开赛 在决赛以4比0 击败北美排名第一的 加拿大火手王珍 现场华人为之疯狂 真相和冠军可以留念 比赛也不能算 场地设置什么不能算A级 但他们在这边的华人 包括台湾人都非常热情 我感觉是他们这个观众属于A级的 乒乓球虽然在这边不是很重视 他们不是算篮球 但是他们在这边的人感觉 就是还是很关注 就是来场地的都很热情 庄志渊虽然对场地空间不太熟悉 加上受时差影响 在八强赛一开始表现有些失常 不过靠着精湛球迹 没让球迷失望 一路过关斩将 六场赛全胜 顺利拿下冠军 而他也对于自己的表现 做了检讨 就可能接发球上还是有问题吧 然后在比分领先的时候 自己一些记战术方面 还有就是可能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 庄志渊也借落成公开赛的机会 以赛代训积极备战九月登场的人川亚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